看到古天樂、曾志偉、成龍擺在一起 就覺得這個組合總之就是一個完全錯了的感覺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身為一個演藝界的一份子 應該這麼說有一個前香港演藝界的一份子 應該現在暫時短期裏面 甚至長期或者永久都不會有機會參與到香港任何的演藝工作 所以應該更加適合地說自己是一個前香港的演藝界的成員之一 其實很希望很希望尤其是不單止幕前的 就是幕後的一些最基層的電影、電視工作者是有公開的 那這件事是真的每個人的家庭裏面都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需要 但是偏偏看到其實我想每一個需要有公開 就像演唱會那些幕後工作人員、製作部、燈光、舞蹈藝員 這些每個人的家庭裏面都有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就是因為他們選擇了在香港這個演藝或者娛樂圈裏面工作 在裏面努力而得到一份錢去養家 我覺得絕對沒錯 而且是每個很負責任的香港演藝界成員 應該得到的一個回報 但是偏偏當你見到一些組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如果用起一些可持續性的一些project就好了 我想每個人等於如果你救得你一次 又或者救下來的東西就好像一個沙漠裏面一滴水 那你說有沒有用呢 就是他們有努力的 就是有努力去做這件事 就是說現在見到香港差不多在過往的年多裏面 就是有九成裏面的電影的幕後 或者基層的工作者是沒有公開的時候 那有三位人士去牽頭 就是希望帶給一個行內裏面 幫香港的這些工作人員可以找到一些工作機會 或者給他們公開 希望可以做一個牽頭作用 然後帶給日後裏面那個機器又回復了 那疫情回復了 那就好了 那為什麼我說故事 再加上智偉成龍 就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組合呢 那他們首先這樣說 就是他們是每人去approach了十間公司 那每人給三百萬出來 那這一部的電影 叫做疫情的電影 就叫做總是有愛在隔離 那這部抗疫電影 就是剛剛現在在談排期 那差不多應該是在賣尾 那賣尾之後就希望 那其實說真的 這個票房是多少 收多少呢 其實對於這一班幕後的人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他們沒有分分的 最多都是老闆拿回投資 那所以對於投資了三百萬出去 那以往來講 只要有一個大陸市場 有些明星掛出來 放在大陸裡面 隨時的檔期 都是排得最top的 就是在一些最好的檔期 那這次這部電影 就是大家希望 就是這幾位領導 一個就是演藝人協會的會長 古天樂 那曾志偉成龍 那些他們自己 永遠都是大哥這樣去爭取 和國內關係很好 那但是始終如果拿到賀歲那個地方 一定是多些人可以看電影 那自然的票房很好 那其實那些老闆是不會虧的 那說真的 就是每人拿三百萬出來 其實這個基金 其實應該成立一些可持續性的project 這個就是他們選擇 還有一個一次過性的 就是好像打枝針 強心針給大家聽 好 既然大家整年沒有公開了 我們齊心一齊 走在一起 大家一起去做好個市 你想一下 好像晨晨最初在網上的演唱會裡面 希望跳完一次 籌到一個基金 就可以幫到一些跳舞人員 可以繼續 那些舞蹈藝員是有公開的 結果有沒有發生呢 紅館有沒有發生呢 到今時今日大家都看到 千華的票仍然是滯銷 那當然他的藉口就會說 因為可能要跟回疫情的安排 所以就去到七成半的 那大家都再看回就知道 到今時今日來講 就是除了跨年那天 就是countdown那天 其餘都是未滿的 就是未夠五成 那就是告訴你們 就是香港人 就是要繼續有公開的話 就一定要有在香港裡面的project 就是才可以有一個持續性的嘛 就是如果不是連香港人自己都不去支持一些project的時候 就是你開了一次 就開了個頭 跟著就沒有了 好了 那這一部叫做總是有愛在隔離 是一部笑片來的 那我猜現在來來去去呢 就是都可以只是怕笑片 啊 警匪片就不可以開工的啦 那你看回頭 就是其實那些人 就是以往來講 大家都看到國內現在開始 那些日子 不單止說那些叫做 就是要零收費 是不是 就是日子 對於很多藝人 如果要做公益呢 都要還回給阿公啦 還回給阿爺啦 因為呢 就是國家給了這麼多機會 給了這麼多錢你呢 你是應該這個時間 回饋回給國家的 那以前 有些在收八千萬啊 一億啊 這些在說陳偉庭啊 就是有其他的演員啊 這樣收這個錢 那現在就是這個日子 就沒有了 最多好像五千萬 還是四千萬 那而且呢 就是很多種種的東西 報稅又怎樣 那總之呢 就是其實都不是少的 你收就算以往來講 就是兩千萬 三千萬都是很多 只不過人呢 去到最風光的日子 就是那個大陸市場 很開放的時候呢 你就很願意給他 就是 就是多些錢 那一億啊 二億啊 就是電視劇都是這樣 何況是電影是不是 好了 那去到這個時候 你見到 香港的藝人 不單止在香港 或者大陸裡面 就是已經 市場慢慢 縮小了 那你見到 就是最近都最多 可能有啊 胡幸宜有些好的消息 說導演讚他演技好啊 這樣 但是始終你見到 overall 上過去的藝人 現在要做些什麼工作呢 那些所謂叫做 大貨 大貨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網紅啊 或者有些公司在做直播 就是好像現在是購物頻道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過HKTV Mall 就是不想說 就是有些其他什麼 small more channel 不是big big channel small small channel 就是他們都是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那些人既然在疫情裡面 沒有東西做 那自食其力很適合的 就是因為 就是有網上高 推出這些平台買些東西 就是其實藝人 搞到自己 譬如說 不論他是歌星也好 或者他是明星 或者演藝的人都好 或者是甚至乎 好像早南這些 是做趣劇啊 綜藝啊 的人呢 就是以往呢 雄心壯志在裡面呢 就是開一個很大的製作公司 簽了很多人 那因為疫情也都因為反送中 就是對於香港的擔心呢 國內 那就開始縮小這件事 那加上疫情之後呢 那這群藝人 第一 他已經不是在演藝 就是純粹已經在自己那裡 啊都好啦 賺點外費 等於以前去剪彩啊 就是避露啊 上到去 其實說真的 藝人 他對於那個產品 是不是很支持呢 是不是真的這件事可以的呢 或者是護膚是好的呢 洗頭是真的會 就是會有頭髮生出來的呢 總之他幫到那個sales 其實幫不幫到sales 他都不管了 總之有個明星效應呢 那他們就寧願去當叫收封禮事也好 收回一些外快 那甚至乎校長 你見到他呢 就是去一下那些網紅那裡 幫人做一下小事啊 生日會啊 求婚啊 這些 就是只要 就是好像 其實我猜校長 就真的不是需要過一百萬的 我猜呢 都是幫一下網紅造勢 他就反過來 需要網紅幫他 因為現在大陸的網紅 那個market很大 大到呢 就是那些 原本傳統媒體的明星所謂呢 都要跪下呢 幫大陸的網紅呢 去不論他們做的什麼 做一些節目 所謂真求婚也好 假求婚也好 有些國路的網紅就是做賣產品的都好 那他們總之去呢 就有封籌路 礫事給你們 那你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小小的回報 那你想一下 其實那個 Dignity 就是藝人的Dignity 就已經沒有了 第二 就是不是說你賺錢 沒有 是你原本想做 原本你是拍電影的啦 拍電視的啦 做綜藝的啦 就是 結果就是 去做一些 就是反過來 就是我以前這些 這麼低層次的藝人 就是靠一下小小的名氣 去到處展一下彩啊 登下台啊 唱幾隻歌啊 商演 去做一些網大啊 就是 加起來好像集藝成球 那樣去生活 那現在你看到那些大明星 大牌呢 都是在過這些生活 再加上 其實 就是你想一下 就是 他們要 現在國家規定 其實沒有分 你是傳統明星 或者電視明星 總之 明星和 這個 就是網紅 要一起合作 幫國家推一個 叫做 新時代的新構思 總之是 擁抱習主席 那種叫做 這個 新思想的模式 那就是說 個個都要同意啦 那 就是 講回 為什麼我覺得 就是 古仔 曾志偉 成龍這個組合 錯了呢 你想一下 我想在我們心目當中 哪一個 為香港 開很多戲 就算沒有反送中 剛剛反送中的初期 古仔這間公司 大家都知道 古天樂裡面 我想在你問回行內裡面 大家都覺得他 自從在五個小孩的校長裡面 他肯 就是客串 金雞裡面 又做一些 平時他不肯做的搞笑角色 為什麼呢 他就是想 投資在香港裡面 就是做一些本土的電影 令到香港裡面 他自己 短時間裡面 過往幾年 慢慢就成為一個 其中一間最大的電影公司 我覺得甚至乎超越了 就是香港以往的 就是所謂大的公司 甚至乎那些笑事 就不用說了 就是他的眼光遠大 就是 所拍的題材 什麼都有 就是有 就是又會幫黑仔 就是姜浩文 拍一些Tracy 這些電影 他又會支持 公司又會 簽一些銀人回來 也都會拍一些 找劉青雲做一些 就是暫時都未上演 講到未來的一些project 雖然那時候 就是 就是起碼他會拍到要在香港 和大陸的一些 比較震撼的題材 是不是 就是他會想一下 香港這班人 香港新的導演 怎樣幫他 可以用自己的名氣 收小一點 或者肯參與在裡面 那自然的票房 那就會roll下去了 就是這些香港電影 不論大budget 或者小budget 那就可以下去 就是那些劇本 是關於香港的 不論警匪片也好 以往最出色的這些 就是什麼行動 什麼毒品 這些所有的題目 都是香港很拿手的題目 是不是 好了 那甚至乎我看到 就是有很多本土的電影 就是試影會 大家去到灣仔的藝術中心 叫壽神 藝術電影中心 是不是 現在好像叫做灣仔藝術 就是古天樂戲院 我不知道 就是說其實古仔的心地 是很想幫到香港的電影 那些變成叫做夜香鴛鴦 就是深水埗 黃宗堯 這些其實以往冒起緊 而且滑滑有餘做電影一歌 但是因為香港的反送中 或者是以往雨傘的運動裡面 因為他很想站在香港人的一面 將自己的興趣 就是自己的演藝 甚至乎賺錢的能力 都擺到歧視 是將香港擺到最前 的時候 就自己影響自己的星徒 那最近有這些的戲 好像是19號在香港上映 那希望大家如果在香港上映的時候 不論在哪裡的時候 大家都去支持這些 那麽為香港的藝人 黃宗堯這些 黃喜又幫了一位導演拍 就是夠膽找黃喜做的 那就是講到明 其實他們很不介意那個人 是被大陸已經講了 如果你是這樣 就黑名單了 黃秋生上兩年 是不是?年多 就幫了做輪椅的出戲 是不是? 就是又是拿了影帝 但是你拿了那麽多次影帝 都不保證到你是一定有公開的 就是反過來 其實作為香港演藝 或者影藝的一份子 或者是 包括幕前 你猜他們想不想開工呢? 就是說 秋生在香港做回他自己做的事 當然他現在在台灣 你看到所有的人 如果要做這件事 做他心愛的事 一定要政治正確 就是要大陸都喜歡 就是說其實 現在當個故事 拍著曾志偉 成龍大哥 這些 就是說 他拍著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劇本 無論是怎樣 沒錯 他打正的旗號 真的是 是真心的 我相信都是為了香港 希望讓他有公開 但是那個項目是什麽呢? 就是說你要是國家的政治正確 那現在最近都已經公佈了 所有參與的人 就是你的心 就是很希望在演藝裏面 或者是拍電影基層的工作人員 Cameraman PA 道具 化妝 茶水 總之所有得到的人員呢? 喏 他們有公開 其實開工是不應該 就是認錢 不認政治的理念 是嗎? 但是問題是 香港過往 那麽久 那些人喜歡他 是什麽? 為什麽全世界 都不 就是為什麽我會說 這個組合 是只會越來越不成功的呢? 因為那些人 你見到全世界 不論音樂 跳舞 這兩個已經被韓國過到七彩了 人家那些Blackpink 是不是? EXO BTS 去到世界那裏 是那些人在學韓文 學K-pop 就是這個演藝的文化 已經被人過了 是因爲他們有本土的元素 有本土的元素 他才做得出色 才可以 就是很自由的創作 令到世界擁抱了他們 是爲什麽? 真正啊 韓國這樣想法 這樣跳舞 就是以前美國 已經很厲害了 是不是? 都全美國人 現在對於K-pop的市場 就是 哪裏有人會Youtube過 1億 10億 第一天已經過1億 那個Blackpink 是不是? 好了 就是你拍這部電影 就是人家就會看下香港人 就是我覺得 你知不知拍這些賀歲片 就好像人家西雄市首富 是不是? 就是你第一出 找智慧啊 許冠文啊 這些出來做一下 就是不跟以前賃災籌款 以前都放了些明星出來 大家就想看 是爲什麽? 他們每個人 曾經拍香港 有一些就拍趣劇很好笑的 有些是動作片的 有些是警匪片 這些全部是那些 當時大家很羨慕的 那些劇本裏面 那些明星啊 就是周潤發啊 這些劉青雲啊 就是那些人 但是現在這些人所做的戲 全部都是歸邊 就只是拍大陸的戲 就算你說叫香港的戲 全部都是拍片來的 是不是? 全部都是合拍片 當如果這些合拍片 全部都是跟大陸合拍的時候 就是說 他所局限的題材 就好像越來越嚴 越來越嚴的話 首先你就不能拍警匪片 是不是? 就是你的警匪片 或者公安片 就是香港人第一件事 你想想寫劇本那些人 明明創作就是在香港裏面浸大的 是不是? 新一批 其實你經常靠著舊一批 或者拍攝 你都見到 現在不論荷里活 韓國全部的導演 劇本 世界性 除了一些舊人 新人那種創作是很重要的 其實一直 為什麼你看到古仔 就是他願意去贊助一些藝術的電影中心呢? 譬如好像現在在灣仔這個藝術 就是叫做art center 現在有一個 以前是壽神的電影院 就叫做古天樂電影院 我覺得是很 proud of 古仔 就是他有這一份栽培香港的心 但是當你去到我明白 就是當很多人沒有公開的時候 有些人走出來好像給到一個希望 一些幕後的工作人員 就是他都走出來 牽頭每人三百萬 其實說真的 他們這一群老闆 就是不是說故事 就是其實 投資的人 個個都賺了這麼多錢 在電影界 找這些香港 這麼肯 就是 顛倒日夜 又肯搏的工作人員 你看看外國的幕後的人 跟你計足了 就是買保險啊 不要拍膊頭 那天是量了五個鏡頭 預先量好了 拍了就算了 你不要突然間說 加東西啊 改劇本 沒有這些事情 只有香港的幕後工作人員 他是可以給你拍膊頭 那些所謂的老闆 就不要只拿三百萬 可不可以保證每人 一年可以有三百萬 就是每人都拿一千萬出來 你以前在賺多少億啊 你大陸還有多少軟善啊 還有多少這些東西 就是 香港的演藝界 你所見到 就是他們幕後 就是做 不是老闆那些 永遠 在幕後那些人 就用少少 你只要少少對他好 他跟你拼了老命啊 就是死都可以啊 那些特技人啊 你看看以往 就是你少少對他好 他就幫你粉身碎骨啊 沒有保險就跳下來 有多少這些故事啊 就是直至到最近才有 那些動作協會出來 肯買保險 那這些以前那些大哥去了哪裡啊 就是所謂的老闆 為什麼不幫他們買保險呢 為什麼到他們這個行業裡面 要這麼遲這麼遲 去到前家樂這個位 才會有一些保險業界 可以認可他們 如果受了商壽補呢 為什麼才會有最低工資呢 為什麼才威也祖可以這樣呢 但是 這些老闆 他就小恩小慧這樣滲出來 而後面那些人 從來不敢出聲的 就是總之你們要怎樣 就看著頭 這個就是香港的文化 當香港全盛時期 人人有公開 王家衛時代 你可以一部戲拍兩年 拍了的東西不要cancel 沒有所謂 我們再拍過 那些演員可以被預約你三年 就是人都老了 靠化妝 我們再拍 東邪西毒 阿非正傳 這些用很多錢 很多錢 但是那些人不要緊 因為 因為大家衝出香港 去到亞洲 台灣 這個韓國 歐洲 英國 這些荷里活 都是在看著香港 現在你想那些人繼續有公開 你要這些國家 這些人 他是很喜歡香港的劇本才行的 但是現在正正就是 你們又要拍賀歲片 又要拍一些國家正確 就是祖國正確 就是你又要討好國家 那唯一得益的就是 如果你討好國家 是疫情的世界性 那你就永遠怕笑片 愛情片 和愛情裏面 家庭裏面 就不可以有政治 即是不同的人 全部都是很愛國的家庭 哪裏有國家 或者哪裏有個地方 是會想看一些電影呢 嘩!so predictable 嘩! 每一次都是一個 就是你不能兩邊說 警察又不能兩邊說 不可以Imagine 又不可以超時空的 政府永遠是好的 很愛國的 即是每個人裏面 都不會有邪惡的一面 或者不會想一些 即只是拍攝貪錢 是可以怎樣 跟著呢 貪錢都可以的 即是我想 即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你rule out 其實有鄉 即是說其實這一班 就是電影工作者 在幕後的時候 你抹殺了他們 有對於自由的擁抱 創作自由的擁抱 他們自己對於一些政見 對香港的熱愛 那你們身為會長也好 你身為這些所謂的 去叫人捐三百萬 即是說好 我們繼續賺錢回來 簡單點說 你們要懂得做了 那就不要那麼堅持 要post什麼facebook 你又不要做一些 令到我們很尷尬的事情 那就就是幫手滅聲 就是要有公開 幫手滅聲 否則沒有公開 就好 你看一下王秋生 他這麼會飛啊 演技 都沒有東西拍的 搞搞民迷就變了 就是我最近留意到 一位很熱心的導演 我覺得他在一個大體系裡面 就是很為香港 那這些就算他沒有出來說什麼 你就知道他為香港 林家棟 他為了幾位新的導演出來拍戲 就是大家都見到他受訪問 他說自己免費都支持 就是自己救 又不需要賺到盡的時候 他就去幫這些 就是要他們出來 但是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很辛苦呢 他就算找到這些新導演出來 拍到他第一個故事 但是永遠有一些成龍啊 有一些曾志偉啊 回去純粹是湊夠數 就是有人幫他很廉價 就是什麼都聽話 為什麼他不找國內的人 下來香港幫他拍呢 簡單說 因為那邊的人 一來又便宜一些 又聽話 但是沒有香港人那種靈活 你以為他們私底下不知道香港人的靈活 那麽久以來那個文化就是可以的了 你少少為他著想 他就仆心仆命幫你做 那你想一下 就是這班電影的基層工作 沒錯 他很appreciate 你們就是終於開到了 就是你看到 那我不是說不替古仔慘的 就是他開了那麽大個 那麽大棚公司 那麽當時裏面當然要 有些錢 就是又不想剁人 那那一些藝人簽了回來 又要給他有公開 但是你想一下 有些電影公司 她連出個post 她連 就是出個 就是去看一下 杜汶澤的show 有些公司都不給他們 去經理人也不給 那這些公司 所以你反過來問自己 就是古仔 你又可以問你自己 你自己 如果人家要你 可以動一下你的頭 叫你不要這樣穿衣服 你都不行 你都有自己 很有執著的一度 現在所有人是要 失去自由 差不多你告訴他 沒有的了 你不聽大陸說 你就不要拍戲 你差在沒說到這樣 否則大家就要去 想著用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還所謂保持 叫做小小的 香港心業 或者言論自由 第一不去護旗 你護了旗之後 就好像千華那樣 就出來說 我會唱廣東歌 還會唱林夕的歌 這個計算錯了 你想想 搞到杜汶澤這些 原本在香港電影裡 都很有力量的一個人 沒有啦 但是你看到 香港有什麼神奇的力量 它可以令他們出來 他們可以走出來 它仍然開動督笑 開這個香港企硬 Hong Kong Stand Up 這個 Show 即時可以開多加場的 即是那些票 昨天才通過 立刻今天消化了 仍然是香港是可以養起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想想 所有公司的沒落 IT的沒落 是因為跟中國合作 香港電影公司的沒落 香港電影公司的沒落 因為拍合拍片 沒落 香港的藝人 在大陸賺完一輪錢之後 現在如果要香港演唱會 就是沒落 你想想 所有的香港人 即不論你有幾大 曾經是一個 怎樣什麼神 什麼神都好 你會不會有一天 就是去幫人傳遞下生日訊息 去幫人求婚 又或者回大陸巡迴 你再以後沒有機會唱 很多的廣東歌 聽到香港人的掌聲 你所說的笑話 或者去討好人的說話 或者說給粉絲聽的東西 你們來到 今晚吃了飯沒有? 吃了宵夜沒有? 今晚過凌晨好不好? 好啊 你所聽到的 好啊 會這麼快要聽啊 卷離的 國語的 對你的歡呼 是不是只需要這些呢? 所以我看到 其實看上去的相片 也是一些很資深的 攝影師 自己都看 見到他有公開 是開心的 但是他的手下會怎樣呢? 你們可以只是 就是 這一行裡面就是 行頭好窄 我猜所有行頭好窄 你做飛機師 會計師 律師 社工 有誰不是因為他愛惜香港 而受到這個反送中的方法 做了這個反送中之後 因為他們支持香港 而工作都不保 不論是不是現在又有DQ議員的奉聲 香港就跌入了這樣的人 如果那些藝人是用這麼多方法 甚至乎我覺得 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就是你見到最近 Juno 還有K 的所謂 在網上高裡面 unfriend unfollow大家 我覺得希望大家不要這麼天真 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其實大家投資了這麼久 這三年的合作 我想用極的方法 大家可以過得了所謂的良心 大家都說K 近時在雨傘那裡很出來 這段時間就沒有出來 種種原因 又或者她說她老公 將是衝過弟弟做警察的 這樣 怎樣都好 很多人有她的方法去支持香港 所謂支持香港 最重要是她自己過得到她自己的良心 容海恩都過到自己 她都過到自己的良心 因為每個人的良心都不同 她說 在媒體裡面 香港的幕後的人 或者香港的粉絲 往往就是最原諒人 和最值得想的 只要你想到一個小小的藉口 給他們覺得 就是 你是有為香港 那他們就Pass 就給你的了 與其用這麼多 古靈精怪的招數 就是大家unfollow大家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說 那首歌 你能否留意到 她說這首歌就在某個慈善組織裡面 就是 唱了都不夠整首歌 唱了一分鐘 然後覺得她太魯莽了 這些東西 然後走出來 跟著又說 unfollow大家 以後是小事一章 不會而已 你猜這些這樣的安排 是真的一個 K 就是安琪 這麼有經驗的東西 會不得到這間公司的同意 會自己走到一個慈善那裡 唱了這一分鐘 而不問過公司 她每次都有公司的人陪 是不是 而且Juno的人 是這麼involved 在這裡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扭盡六人 去希望 很希望 能夠做到 宣傳這首歌 在一個 在香港裡面 這麼難會 還有市場的地方 我覺得都很好 用一個marketing 去幫到自己 好 起碼不用護旗 不要這麼噁心 都能夠 自己的歌 仍然可以很popular 將來有什麼機會 在紅館仍然可以走出來 Juno 很有才華 他不需要靠中國 這些東西 但是 與其你們想這麼多 扭這麼多 去令到自己 可以 為什麼不用這些心機 去幫一下藝人 去發聲呢 幫一下其他的歌手 幫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電影的工作者 音樂創作的工作者 全部是因為他們沒有了自由創作 是沒有了這方面 所以你用了這麼多方法 現在就寧願 你想想 就以祖南這樣說 才算 他全時間 差不多現在要回大陸才行 簡單地說 你將自己 就說 既然香港現在是一個 這麼toxic 他們所說 這麼有毒性的地方 就要在大陸做 大陸的做裏面 你有沒有想過 家庭裏面 最終 在香港的家庭裏面 就是兒子老婆亂呢 就要搬上去國內 要不就留在這裏 兩個分隔 你想想 當你只是有個單一的市場 而那個市場 是一個獨裁的市場的時候 你還怎麼可以 在香港裏面 還有香港的市場呢 不單止你們不是想 即是你們口裏面 是想香港有一個 即是一個 仍然可以幫助到 一些演藝的工作人員 但是當你 其實一直 一直就好 中國裏面的指引 一些指標的時候 那香港的所謂的製作人 他們的所有的特色 所有全國際 曾經香港出名的地方 即不論他台前幕後 那種靈活 轉數塊 完全全部沒有了的時候 你們是有份幫手 毀滅著香港持續性的發展 那幫人有沒有公開 就是他們是要 agree on 阿爺的 agenda 才有公開 如果不是 幕前就好像 有黑名單 那些藝人 這樣 幕後一樣的 我相信 幕後容易些 避了 例如好像做幕後 田雞出來說說話 都不知道 香港的市場是這樣 即他們真是 很慘了 即為份量 即要這樣 那個市場創作 大家爲什麽 那麽斷戀 演藝的市場 是因爲大家是可以 可以 給他做這份工 熱運得來很開心 爲什麽那些人 走去轉去做搬運 走去做Uber 電影那裏一call 他們馬上回來了 即突然間會放下手上的東西 因爲他們喜歡這份工 和他信得過老闆 希望有機會做些事情 即繼續再做演藝 即roll大那個音樂圈 電影圈 還會不會發生呢 即如果他們繼續這樣 一次 即叫做 幫大家試了啦 沒辦法啦 國家不喜歡 其實這樣做 所有幕後的人 是靠幕前去帶動 當所有幕前的人 都被人看到 你香港的演員 香港的歌手 是沒有腰骨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知道 我收買哪些 哪些 那就可以了 即有字為牽頭 有成龍牽頭 難道後面的人說 不行啊 你都不為香港做事 那麽現在就變了 這一堆的人 他整塌了 其實在長遠 在一個持續性裏面 是整塌了香港的事 再加上香港的所謂那些 馬逢國 即是說 為香港娛樂圈的那些 立法會功能代表 是不是 再 沒有為香港那個地方 跟著那些什麽金馬獎 香港電影金像獎 又不准有一些 即是十年的議題的電影 外邊拍來的獨立電影 台灣就一定不行 誰還想來大陸市場 我們去那些 即是不知名的 歐洲那些小電影市場 即是小 不是小電影市場 是小的 那個market的市場 即是那些 荷蘭 即好像這些 即是 李公圍城 這些 去那些小的market的地方 人家都容納到 但是偏偏香港自己 這些 所謂的 領導的 就是 協會的會長 口口聲聲 走出來 自己是很心痛 也是 在想幫阿爺想辦法 怎樣 令香港那些人 就犯了 成就了阿爺之後 就不用理會後面的 即是後面一代 兩代 三代他都不在乎 最重要是自己怎樣 或者自己已經入了一個局 很多事情 即是不為人道 那在這裏 希望這一部 即是 總是有愛在隔離 怎樣都好 即是一個 曾經香港的 即是 演藝界的人 都希望 即是這部戲 可以帶給大家 更多的電影 開工的機會 那但是 即是 希望勉勵 大家不要太過靠別人 即是自己 香港自己救 之餘 自己演藝 自己救 即是我相信 是時候自己出來 純拍一些 即是 我想就好像 林家動那樣 即是他願意去幫一些 即是 生起的人 仍然有香港血 留住香港DNA的人 仍然相信 創作 是不會因為打壓而沒有了 這個世界這麼久的 歷史 你告訴他 永遠 演藝界 是帶領著民主自由的 一些創作 因為沒有了民主 沒有了創作自由 就等於沒有了這個圈 人類就再沒有這個創作自由 所以 常全希望 大家 即是香港演藝圈 我知道講了這個 可能很多人會 很想殺我 很想罵我 在海外裡面 指手畫腳 這些 都不要緊 就是因為既然自己 豁足出去 想到什麼 就是 說 這個就是正正 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那希望大家 就是 繼續支持香港 一些為香港的演員 或者支持香港的台前幕後 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接下來的這一部 就是 奶茶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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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蜈 人人要支持